回答蓝轩时间 我们今天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开场 当然大家听到的歌声抱着吉他唱歌 当年搞不好是这样子追到他的老婆的 在月下弹琴 然后就像是什么 什么罗美欧朱莉是这样子的剧情吗 OK好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老黑 老黑是一位旅行家 他在我们节目里面 这个聊过他的一些旅行 那今天的话呢 因为呢这个老黑出了一本书 他这个书叫做一百折旅行谚语 一百个你该旅行的理由 在疫情期间出这本书 特别觉得有点行不得也的感觉 好像被关在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出这本书 感觉上有点怪怪的 好所以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老黑 田林斌 哈喽田大哥早 你好蓝轩长大家早 对啊你不觉得这个时候又不能旅行 然后突然出现出了一本书 你应该旅行的一百个理由 是啊写的时候是很痛苦啊 别写就别回想起 一些在旅途上的欢乐时候 可是话讲回来 要不是因为疫情的话 这本书大概也不会出来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写 因为写这本书其实还很伤脑 很伤脑 因为你要收集一百个谚语 对对对对对 一百个谚语就代表一百个不同的旅程 所以我要收集资料 然后要回想过去旅程中的这些点点滴滴 我出了过八本书 这本书是我八本书里面花最多时间 整理跟书写的 这样子吗 所以你开始会有这种用谚语的方式来谈旅行 是因为你本来其实就有常常被这些谚语触动吗 还是说一开始你喜欢旅行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最早的原因还是跟 因为我喜欢做邮轮 其实这还是跟邮轮相关 邮轮每天会发一份 有点像小报一样 他就说比方说早上八点要干嘛 下午两点要干嘛 然后到最后 他通常会有一句跟旅行相关的谚语 哦这样子 那有一些 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比方说什么 世界就像一本书 不离书只读其中一页 那像这些是我听过的 有些有很多是我根本没有听过 但是每一句我都很喜欢 那每一句我觉得 有一些它是满身的哲理 有一些是很幽默好笑 然后经常那句谚语都会触动 我会回想起我以前旅行的一些种种 而且不只是旅途中的种种 很多时候都是他的谚语 都是旅行跟生活的某一个面向是相关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何必用这些谚语来当成这个骨干 其实这本书不是一个邮寄 你知道吗 他讲的是旅行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到处把这些谚语给收集起来 然后找了一些跟我自己的经历相关的 把它给列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待会可以再聊聊 就是说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它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它可能甚至跟人生之间的关系 跟那你对面对人生你的态度 我觉得去旅行过的打开你的视野过的人 其实跟你一直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就地扎根 那感觉我就会蛮不一样的 我觉得差点很大 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旅行的话 我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真的吗 你就想过如果说你没有爱上旅行 你会是什么样的人生 因为我想起来这个老黑呢 他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因为那么爱旅行的人 那经历过了一场就是隔离 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虽然没有像你那样子 这个遨游世界那么提早的开心退休去 但是我也还蛮喜欢去旅行 或者至少喜欢接触大自然 我光是想到说我要隔离 然后那14天在一个房间里面不能出门 那尤其有些我们刚才聊到 有些没有窗户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觉得 我会得幽闭恐惧症 我就得了 真的吗 我觉得因人而异 有人还说有个14天 好像在营休假一样也不错 可是对我来讲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我会想往外跑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一开始 会请田大哥唱歌 是因为他在隔离简易的期间 可能是不是闷得慌的关系 不是闷得慌 你就开一场直播 因为我们以前聊过的时候 是讲到说你是街头艺人 对对对 好事你跟我们聊聊 就你在检疫旅馆那段时间 相较于你过去 就是一直往外跑 在外面旅行 这个什么样不同的14天 那为什么会想到去开个直播唱个歌 因为我过去十几年 因为往外跑习惯 所以你把我给关14天的话 我相信我的痛苦的程度 可能比一般人更高一点 那我就写写文章啊 我不是有个部落格吗 我就成天写文章抱怨 然后你就天天抱怨 我就天天抱怨 我吃的也不好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睡的也不好 忧郁症又来了什么的 然后我的粉丝就就给我鼓励 给我打气 好几个人就一开始开玩笑说 爆把吉他开直播啊 我说我想说一开始开玩笑 就天天都会写 天天都会写 后来越来越多 我就想说好啊 你如果真的敢听的话 我就唱给你听吧 之前我从来没 之前曾经有人要求过 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弹吉他唱歌这些事情 是需要feel的 需要有环境 需要环境好气氛 加的 而且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有现场 是不是应该又有观众 又有人吗 对对对 这也是一点 我觉得你叫我爆把吉他 对这个荧幕唱歌 我会觉得有点怪怪 不过那次我因为粉丝的鼓励 我开了 开了之后我自己觉得说 其实感觉还不错 所以我以前 蓝轩你的节目是我 第一个广播节目 我上年我唱 我才几大唱歌 以前有人要求过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真的 但是也经过这两次直播之后 我觉得 why not 也没什么不可以 所以重点差别对你来说 就是为什么 是在录音室里面 唱没有对象会觉得比较 我觉得没feel 就没feel 就是你为什么我喜欢去爱河唱 为什么挑爱河 环境好气氛家 风一吹过来晚上看到爱河飘 就就有那种feel 所以你这样有feel的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在隔离那段时间 痛苦的程度 我说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过了就过了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可能是像我 像我这种就是自由习惯了 然后你看我自由到 我连班都不想上了 我四处就懒得上班的人 现在突然一下把我给关起来 那又是那么长的时间 我就会一时间就会觉得觉得蛮不舒服的 再加上我前两年 其实真的生理上的不舒服是不是 其实是两者 生理跟心理 我前两年刚好因为得青光眼的关系 所以又发了我的忧郁症 对那所以在关那个那两个礼拜前 因为旅馆那两个礼拜 我就回想起那两年前那个状况 然后心里就越来越越急 越来越发猫 就没想到你越发猫的结果 他就越越越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然后就开始想说睡的不好 就开始吞一些什么 安眠药 安眠药之类的东西 越吞就是 真的会这样子 对我现在已经OK了 我觉得后来就隔离结束了之后 我就去生性科看了一下 然后他们也检查说你没什么毛病 所以我就 大概又花了一两个礼拜时间 把那个药物给戒断掉 现在现在也OK了 感谢粉丝的鼓励 对对我正想讲 我觉得所以其实粉丝 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互动 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 药对对对对 就是他他其实很成功的疗愈你 或者说抚平那个时候的焦虑 对对对对 否则我觉得哇真的好难想象说隔离 而且不过你是跟老婆隔离在一起吗 对不对 一个人一个房间 他住我隔壁 哦这样的 哎那我发现你在 因为我那天我就说 这个田达哥在开直播那天 我有上网去看了一下 然后那时候看到你正在调音嘛 那你对对面不是有个人吗 就我老婆 那你不是一人一个房间 我的直播是我隔离结束之后回家才做的 哦我以为你是在 不是在做不是在防疫旅馆 防疫旅馆没有那个现实 我连把吉他都没有 哦可以找人送啊 哈哈哈应该你有本事应该给你几件送把吉他去给你 我那时候可能还真的唱不出来 哦所以你是回到家 回到家算是有点什么 那个叫做居家隔离最后那七天是不是 哦那时候哦 我在享受一个这样子 OK所以那等于那十四天里面 你就专心写书 呃对 那时候书应该差不多 那时候我正在教稿 哦在教稿 所以我花了不长时间 刚好那段时间还好有有教稿这件事情 普通话还真的不知道干嘛 嗯嗯 所以那那所以你是在干嘛 那十四天你都在干嘛 除了教稿之外 对 看职业帮球转播 其他就是沿着那个我的床铺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 那么小一个房间啊 我一天走一万步 你一天走一万步 对 因为就是你说那个呃心里不舒服吗 嗯 其实也会导致你身体也不舒服 对 所以我就会强迫自己 就是无论如何要保持对 运动对不对 那又又不能走出去啊 什么事情也什么事情都不能不能做 那就是走嘛一直走 天啊那你这个床铺面会不会走出条沟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真的就沿着床铺面会一直照 我是真的觉得其实谈旅行啊 就本来就是人生有些时候 或者生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无形的牢笼 或者说就算不要讲牢笼那么严重 它就有点像无形那个框架 你说你会把自己框住 那更不用说呢 疫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变成一个有形的 如果说一些防疫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有时候会更感受到旅行的必要性 以及自由的可贵 对不对 好那我们休息回来就要回来聊 好在这100个谚语当中哪些部分特别的触动了 这个田林斌的心情 或者说哪些谚语事实上的真正的是反映出来 旅行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 它可能至于人生 至于生活 至于每个人的冒险以及勇气 我想这些东西都很重要的 我们休息了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老黑田林斌来聊天 那我想很多人如果认识老黑的话呢 是从他的粉丝页 然后他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然后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聊的时候也知道说 他是一个很喜欢特别喜欢的游轮的人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他的人生有很大的一个让人家向往的地方是呢 这个叫做提前退休嘛 对不对 像是我们在聊是说你讲到你的乐活人生 提前退休 45岁对不对 对 就退休了 然后就开始过着这个非常逍遥自在的旅行的人生 包括说旅行半天会不会觉得有无聊的时候 那么早就退休 然后一辈子就接下来 就有一半的人生就是属于一个不断的在旅行中 我觉得我之所以提早退休跟旅行这件事情 也有蛮大的关系 因为我那时候40多岁的时候 我离开公司 我那时候我很清楚我自己不想再干什么了 我已经不想卖油了 卖油了 对我就是卖油了 我卖了24多年了 我很清楚说我不想再卖油了 那至于说我一旦退下来之后 就像你说我还有大半个人生 我到底要干什么 其实我当时想的并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退下来 我记得我第一年我做了两件事情 让我找到我新的人生的方向 一个我觉得是看书 另外一个就是旅行 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它都让我去认识外界的很多古今中外的人事物 然后当你对外界认识的累积的够多的时候 它就会反射回来 让你认识你自己的内心 而当你认识你自己的内心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说你到底要什么 你不要什么 那我觉得我们的人生 或者就应该讲说我个人的人生上半场 不管是学校啦 或者是家庭啦 或者是职场啦 其实待久了 你总觉得说好 我好 每个人都应该要这个 每个人都不应该不要那个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 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的 那我一旦了解到说 我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之后 我就很清楚 我人生下半场我要干什么 所以这就是旅行的 造成我早点退休 那一旦进入下半场之后 旅行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因为我爱旅行嘛 所以我就必须要去运动 因为旅行很花体力啊 那因为旅行 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我陌生的 我不熟悉的 我不了解的 所以我回过头来 我必须要去看书 然后我必须要去看电影 就认识各个地方 不同的风土民情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 我的日常生活就已经被灿满了 对啊 我觉得有个很好玩 就是说老黑在这本书里描述到 甚至你存钱某个生活里是为了旅行 你旅行花钱嘛 所以就变成说你的所有生活 就当你喜欢上旅行之后 你因为旅行而反推回来的你的 对对对 假设说你去旅行是在了你 随便讲一个月好了 36天 但一年有365天 那剩下你其他的天数 就在为了这个旅行去做准备 但是就很丰富 对对对 我就说我现在生活里面 旅行几乎是我做所有事情的动机了 真的 就像你说什么投资理财 我投资理财干嘛 我又不买房子 我又不干嘛 我就为了旅行 就为了玩 那我的日常生活 我要简单朴素一点 为什么我把钱省下来要旅行啊 所以你的生活的那种方式 那些那些日常 就跟这件事情全部都挂钩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会蛮难想象 就旅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动力 那么大的魅力 所以到底所谓的一百个理由 一百个去旅行的理由 就是 就是你是活出了一个 因为旅行而生的下半辈子 但是就是那个动力到底在哪 就旅行带给你什么样子最大的感受 比方说你自己列举的这些艳遇里面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最喜欢哪一个 或者你最触动你 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 最后有那个 最后哪一个 我有把他圈起来 人生最终的目标是带着回忆 而不是带着梦想离开世界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让我 不要浪费任何时间 想到事情赶快去做 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 你梦想不去实现的话 你到处来他还是梦想 但你去做的话 梦想就变成了回忆 所以我觉得这句言语打动我的原因 就是说有梦想很好 但是单单只有梦想不够好 你要去做它 你要去实现它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有点像是假设 你设定一个目标 目标是永远在前头的 但你想办法要让他变成在后头 有些人的梦想是旅行 有些人的梦想是别的 我觉得梦想是什么不重要 但很多人会讲说 等到我有钱有闲的那天 我要去干嘛干嘛干嘛 我给你保证没有那一天 除非你现在赶快去做 对对 而且真的等到你有 有钱有闲的时候 你可能也没健康了 没健康了 没时间了 没技术了 没什么 真的是 所以其实我在书上里面 我讲说你刚问到我那个问题 其实我在45岁之前 就是我的人生上漫长 我到过很多地方 因为工作的关系嘛 外态啦出差啦度假什么 但是其实我不爱旅行 其实我当时我不爱旅行 我不懂旅行 我以为旅行就是等同度假 就是吃喝玩乐 然后再加上学拼 就是在工作跟工作之间 好像一个充电 一个狂欢的那种 对对对 等到我退下来 我才慢慢理解到说 其实旅行的作用 吃喝玩乐没有问题 但是旅行的作用 远远远远远 不只是吃喝玩乐 它就让你生活里面 每一个面相 就像我在里面写的 旅行跟金钱啦 旅行跟感情啦 旅行跟工作啦 方方面面其实都有关系 所以我人生下边 产生旅行 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啦 就是我 你可以说 我是带着旅行的心情 过生活 或者你可以讲说 我是用过日常生活的方式 去旅行 所以你把这两个相 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说我喜欢旅行 因为我喜欢生活 这两件事就变成 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有些像商务课 他们就是永远 就是一年到头 可能一半的时间 都在群世带飞过来 飞过去 然后经常会说 他第二天醒过来 不晓得在哪一个城市 某个部分你会觉得 有点浪漫 蛮向往的 但是你再进一步去想 他的时候 就像是你刚刚讲的 如果你为的都是商务 你并没有真正的去 享受你在移动中的 这些快乐 或是当下 那个城市当中的美好的话 其实你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 醒过来 那种感觉有点 有点让人家觉得害怕 不是让人家觉得不知所以 有点茫茫然 甚至于你会觉得有点悲哀 你知道吗 是啊 没错 我像个流浪汉一样 那种感觉 只想说赶快结束 那出差的行程 然后赶快回家 我以前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子吗 可是我有些同事就不会 我有些同事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我蛮羡慕他们的 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去 他一定会预留个一天两天 然后他就好好的去探索那个地方 他可以心情上很快的去调整 我做不到这一点 你以前可能太专注在工作上了 对不对 我也觉得 我觉得现在像我自己 也会这样的提醒自己 所以去到一个地方去 工作完了之后 我一定会安排一段时间 他或长或短 看看你状况 可以允许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的话 那我觉得真的拍拍手 因为你就是真的能够把你的生活 跟你的工作 还有跟旅行相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人生可以从来一次 我一定这样子 但是你人生在45岁之后 已经体验到这一点 而且很彻底的去执行它 我觉得这也是很棒 很不简单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谚语 我觉得也很棒 刚才老黑又讲到一个就是 生活远不止工作 旅行远不止度假 我觉得前面一句话 可能大家会比较常听到 但是我觉得旅行远不止度假 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实上是还蛮值得去推敲的 因为我们既然会说 我休假了我要去度假 度假跟旅行不太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其实有点倒过来 我以前比较是去旅行 我以前不太会度假 你说到一个定点 然后躺在那个地方 我以前很不会 我觉得这也要学 都要学习 对不对 从度假 度假也没什么不对 对 就不同的形态 所以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部分老黑应该体验非常多 体会非常多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回到来讯息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老黑田林斌来聊天 我们聊到旅行 聊到旅行 至于人生 它确实是真的 看你怎么个旅行法 怎么看待这个旅行 如果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度假 就是真的很累了 然后找一个地方去放松 躺了都不动 我觉得这也蛮棒的 像很多老外都这样 其实比如从很冷很冷的地方 到一个很热的东南亚 就躺在游泳池 我有时候去巴黎岛 就看到这个老外 他除了游泳池旁 或者海边 他也不去别的地方 就从早到晚 在有阳光的时候 都看到他在那个地方 晚上时间到了 夜幕低垂 那就去酒吧 狂欢爱大家吃大喝 大概就这样子 我一开始好难想象 他的乐趣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看 所以显然 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旅行度假的方式 所以你自己怎么去解读 这种什么事情都不做的度假 那什么叫做旅行 然后什么叫做旅行当中的生活 我觉得旅行的方式很多种 没有什么对错 好坏 那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每个人的这个 喜欢的方式不一样 可是我拿我自己 我拿一个例子好了 我从年轻开始 我就很喜欢到海滩去度假 我喜欢海滩 所以我才能晒那么黑 所以叫老黑 不是小黑 是老黑 那我就拿一个地方 我去过最多次的 就是普吉岛 泰国普吉岛 你现在问我去过几次 我大概都想不起来了 可是我记得我年轻时候 第一次去 我那时候其实台湾人 蛮喜欢去普吉岛 然后有包机去 我就参了一个团 我记得好像是六天五夜之类的 然后时间一下就过 导游就每天带着我们 今天去这个海滩 明天去那个什么 然后去什么酒吧 去看表演 然后去看什么人妖 然后去什么做什么 什么拖曳伞 拖曳伞之类的那些东西 然后五六天一下就过去了 那玩的也不错 但回去之后 后来我就想说 其实我回想起来 普吉岛给我印象最深的 也不是什么拖曳伞 也不是什么酒吧看秀 而是它那个环境 它的那个海水 它那个阳光 它那个空气 所以后来我就尝试的就说 我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回去 我就上网自己去找 其实普吉岛的民宿一大堆 而且价钱也不会比旅馆更贵 设备也很好 然后你如果自己买个 买个什么廉价机票的话 你自己背个背包 你时间也不需要受人家控制 你爱干嘛干嘛 所以我后来就转用这种方式 买一张廉价机票 跟我老婆两个人 事先订好一个民宿 民宿好棒 比旅馆房间大得多 海面向海 海比较便宜 而且行程更自由 还有厨房 还有厨房 然后你就自己跑到旁边的 那个传统菜市场 买些海鲜 对对对 就就匕首画脚了 买一大堆海鲜回去 然后你说不好移动吗 租一台摩托车 租一个脚踏车 你爱干嘛干嘛 其实讲白了就安居乐业了 安居乐业 就那个跟你看的什么 看什么秀啦 看做什么拖衣扇 因为扎营大开始开火的感觉了 就是这样你就安居乐业了 又换一个地方过生活了 那一待我比方说 我就待两个礼拜 那感觉跟我去参加 那个六天五夜 那个旅行团 就完全不一样 地点是完全一样的 可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不是说哪个比较好 哪个比较不好 而是说看个人的那个需求 对啊 而且你可以换个方式啊 而且时间短长不一样嘛 对对对 那你不用觉得说旅行好像只有一种方式 其实旅行的方式非常的多 我自己是很偏好 看一点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旅行的收获 就是旅行开视野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出出社会 我第一次旅行就是去欧洲 我觉得那次对我来说 那真的是一个就是黄毛丫头呢 进到社会 就真的是开了眼睛 对对对 所以我从始就觉得说 哇不行 我旅行一定要去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我一定要去看很多很多 我没有看过的东西 所以那是我比较一开始定义旅行的方式 但是随着年纪建长 我现在觉得像待一个地方都不要动 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我一直觉得人家 我年轻的时候旅行跟生活是一刀切的 旅行是旅行 生活是生活 绝对不搭搭的 可是我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越来越发觉旅行跟生活 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 唯一的差别是心态 当你有一个好奇心 有一个求知欲的时候 你不用跑到欧洲 你也不用跑到月球去才能够旅行 你在你们家旁边的小公寓 你都会注意到一些 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可是话讲 你如果没有带着那个好奇心求知欲 你就是想说我到巴黎 我一定要看到铁打 看完铁打 这个打个卡 po个照 比赛结束 那种旅行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蛮浪费 蛮可惜的 幸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打卡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你好像在收集什么 收集景点那个概念 真的也就是 就是比较 比较无聊了 那你印象中 比如说在这个旅行当中那种开拓视野 或是让你觉得最难忘的经验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旅行第一种像生活 旅行呢 其实像冒险 旅行也是一种探索 有没有哪一个旅行让你觉得这方面其实是最有感的 我觉得多了 真的多了 你看我的书上里面举了好几个例子 我随便讲一个 比方说我30多岁 我没有出国留学过 我从来没有在国外长期待 30多岁 公司第一次把我给外派到澳洲去 那时候我那之前我都是开车上下班嘛 习惯台北的那个交通你也知道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开车技术还不错 都可以这样的 一到澳洲我还是用同样的方式一开车 我就在路上就很多人跟我比手势 或者是比那不雅手势 或者是按喇叭 那我才知道说原来开车是有不同的方式 你必须要让人的 所以你是在外面很重直撞啊 就跟我在台湾开车一模一样 有路就走 有洞就钻 可是他们城市里面尤其啊 就是您的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 你必须要离他很远 你知道吗你稍微靠近你他就不高兴了 他不像你在台北你过马路的时候 有些车右转他会让你对不对 但是他离你很近 你在澳洲不可以这样的 那或者说他们路上有电车 那是有轨的那种电车 你开车的人必须要让他 那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 那这些就是一种像你刚刚讲的 开眼界的方式 提借彼此之间的差异点 回过头来你会更 更尊重人家 我觉得一方面 因为这样子你会认识到澳洲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 他让这件事情让让我认识到我自己 嗯 的国家 原来我以前认为 理所当然的方式 其实不见得是正确的方式 所以我也很喜欢 里面的一个谚语 就是旅行令人谦逊 你看见自己的渺小 而且你离得越远 你越能够回过头来看自己 跟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度 拉开距离之后 其实你真的可以去 看看自己 当然有时候你会发现 可能自己的好 或者自己的一些 可能过度的 吸引微笑的事情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答现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连讯时间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老黑田林斌 来聊天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 我也觉得真的这些谚语 你都是从这个 就是全世界收集来的 我们各自的古老谚语 有些真的是 让人家觉得很喜欢 我先讲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一个个念完 中间有几个 我觉得很棒的 就是包括说 亲身经历一次 比听说一千次都更有用 就说半天了 你不如自己去一次 那更好 那包括旅行不是工作的奖赏 是学习如何生活 过去大家总是 好像给自己一个 犒赏就出去一下 然后呢 好像就是休息放空而已 这有点点可惜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只有迷路 才能够到达 真正有趣的地方 而且你要放胆 让自己 可能不见得都在 你的计划当中 有些人的旅行方式是 你见得非常绵密的 作战计划 那当然也没有坏处 像我就很喜欢 我的陆去旅行 我的朋友 若是这样的就很棒 那我就很轻松 我就负责迷路就好 那还有一个 我们当然要聊 就是接下来要聊的是 他们就讲说把家留在家里 把家留在家里 Leave home home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 就是告诉你说 你如果去旅行 你还跟在家里一样 这个也不想 那个也不敢 我们就留在旅馆里面好了 我们就坐下来 吃个饭就好 那你干嘛那么 有的地方去旅行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你会看到 很多的观光客就是这样 在沿路上 你就听到有人抱怨说 哎呦这好冷啊 哎呦好热啊 哎呦这东西怎么那么难吃啊 坐车好辛苦了 什么的 可是这不就是旅行吗 我觉得他们犯了一个问题 就是把家给带出来了 他什么东西都要求熟悉 熟悉 什么东西都要在他的预期之内 对 预期之内 陌生环境不是你能够控制 可是这是旅行的特质 就是这样子 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一点点矛盾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 也觉得说你不要把那种对于家的那种舒适熟悉 理所当然的带出去 但又希望是我们在某个地方 你可以达到某种像在家一样的生活者 对 那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假设你今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long stay好了 你过的是日常生活 你还是一样吃喝拉撒睡 我觉得这上面还有另外一句话 是我蛮喜欢的 旅行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把日常生活转变成 好像你第一次做这件事情一样 就你同样是吃喝拉撒睡 可是你因为环境不同 所以你吃的食物可能就不同了 那你这个 你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 你看到的景观不一样 你听到的语言不一样 所以你做的已经是一模一样 可是你的感受 你的体验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想旅行就是这样 它没什么不同 它就是过生活 只是它的感受 它给你体验是不一样 所以听一下就变成说 我就去旅行的心态 即便你过得像日常生活 但重点是你要把你那个五感给打开 你要把你心给打开 然后去尽可能去感受 细腻的去感受这些部分 你一般观光客会觉得说 我出来我就一定要看到 爱菲尔铁塔拍完照 然后我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你真的旅行者 就像我说你吃喝拉撒碎 你感受那个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空气 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扩展视野 去让你增广见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个比只是纯粹的拍拍照片 泼泼网是重要的太多 所以刚刚我们在跟老黑聊到说 其实你说很 因为我在问到说 他书里面讲到说 你去柬埔再很多次 对 那你说很多年轻人去金边 我不是特别挑金边 我去柬埔寨主要是因为 吴歌窟的关系 那个吴歌窟在柬埔寨 那他的首都在金边 其实他们中间就隔了一个湖 所以我就趁 我有两次就趁机会 就从吴歌窟搭船 经过那个湖 那湖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一个湖 所以时间还蛮长的 我记得好像要七八个钟头 还十个钟头吧 才能到金边 那金边的话是他们的政治经济中心 柬埔寨他的经济发展还是相对的落后 可是他们的 而且他们在几十年前经历过一场很严重的赤检风暴 当时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就没了 类似像内战一样 所以他们的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心态是跟我们非常非常不同的 但是他们现在又是成长得非常快 所以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旧的伤痕 跟他们新的年轻人的内 他们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努力 你可以看到他们旧的伤痕 跟新的希望那种感觉 我觉得蛮特别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去那边lone stay是为什么 就因为那个城市当中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的撞击 我相信是吧 二方面那里很便宜 是吗 吃和辣扎都很便宜 结果在吃什么 比较接近什么 越南 比较接近越南泰国 越语部分受 有点酸酸辣辣甜甜 是这样子 好所以你看那么多的不同的城市 现在听起来真的就年轻人更勇于探索了 我就比我们那个年代 所以旅行真的有千百个理由 如果说你 而且重点是 有些时候也不需要理由 所以如果你还在寻找 让自己出去旅行的理由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想那么多了 我觉得尤其年轻人 每次就想到说什么 这个钱了 或者是会不会耽误工作了 会不会耽误这个 会不会耽误那个 我这里面有一篇 我记得是很简单 就三个英文字 work say travel repeat work safe travel work safe travel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很棒 这很棒 对对对 就这样 就想那么多 你就去就对了 对对 而且除非就是你对于旅行人想象过度的狭窄 否则的话呢 这个出去旅行真的是带给你太棒的 丰富的人生 对对对对 跟无限美好的回忆 真的是 OK好 那今天因为老黑难得到我们的现场来 所以我们要再请他带给我们一首 你过去只有在高雄爱河旁 才听得到的街头艺人唱歌 所以我们要这首歌作为结尾 所以是什么歌 我当然这首叫leader of the band 可能大家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但我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他描写的就是父子之间的感情 我每次唱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爸爸 有时候还会跳眼泪 是吗这首歌我很喜欢呢 我听过 我听过 对对对 OK好